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今年二月老化指数首度破百 老年人口超过少年人口 而六都之中又以台北市最为严重 若以县市来看 家线老化指数177 是全台最老的地方 其次云林和南投也都将近140 人口老化问题严重 也让立委及问政府如何因应 当你的工作人口 急速衰退的时候 你的赋税怎么支撑 就怕人口老化影响劳动力 劳动部也积极推动中高龄就业计划 55岁以上 跟其他主要国家来比 有稍微低一点 所以我们目前也邀请了一些 劳动政策跟劳动法的老师 我们正在研定中高龄的就业的一个专法 不过银法族再就业恐怕没这么简单 像是公务员平均55岁退休 军人更是46.4岁就退 年金改革又引发抢退潮 学者就点出军公交赶退休 口袋里都有不少存款 即使要鼓励退休劳工再就业 政策也要有一致性 我领了退休军退出职场以后 我想要再继续贡献 但我要付出个代价 就是我的年金要被打折 那这样我就干脆不要 不要退出职场好了 或者不要再去工作好了 那这种东西就是你政府 到底引发人也在运用 是不是你的优先的目标 而未来劳工保险也要从60岁 延到65岁才能领 外界也关心军公交是否跟进 就怕人口老化成趋势 消费率下降不利经济发展 东森财经新闻 刘佩琪和坤元在台北 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